歡迎收看有話好說 我是葉明蘭 今天是總統大選 連署登記的最後一天 我們看到了剛剛最新的消息 就是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六組人申請為總統 跟副總統的被連署人 不過這次我們也看到了 一些的一個爭議 就是包括說 我們如果被連署 就是人數要超過一定的規模 才能夠真正的參與總統的選舉 那麼今年是二十五萬七千多人 那也有人認為說 其實這樣子的門檻是太高了 另外如果你想要登記 除了被連署 連署 你的人要參加二十六萬 二十五萬多 你還要再繳一千五百萬元的保證金 這麼多錢 是不是代表要有錢的人才能夠來參選呢 今天我們節目上 都要來談這個話題 而在下半段我們要來看 目前是所謂的單一選區兩票制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選舉制度之下 是不是讓所謂的小黨 在臺灣是越來越難生存的呢 我們今天下半段一起來關心 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臺師大政治研究所教授曲兆祥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鳴傳公共事務系助理教授陳朝劍 主持人好 各位好 在我左手邊第一位是公民監督國會聯盟 常務理事顧中華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好 以及資深媒體人陳敏鳳 大家好 好 我們首先就來看喔 今天呢 連署登記呢 最後一天 我們看到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公佈了副首人選 同時他也去做了登記 來看下面的BCR 教授聲中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公佈總統參選聯署的副首林瑞雄 他是政壇新秀 卻是一屆老兵 72歲的他成一手創辦台大公衛學院的教授 包括楊智良 葉金川 李應元 陳其邁等朝野政壇人士 都是他的學生 宋楚瑜就請出一位公共衛生的專家 來替台灣重新找回政治的清白 而宋楚瑜近來副首人選遲遲沒公佈 就連找林瑞雄參選 外傳還是記者會前一晚才正式定案 林瑞雄的桌上名牌還是用簽字筆寫上 似乎也看出宋楚瑜尋找副首的一波三折 這幾天也很緊張 為什麼 找不出來那真是落魁 好多人都不願意躺政治的渾水 宋楚瑜透露近來副首男群的心境 如今宋林沛底定 是否參選到底宋楚瑜話沒說死 倒是林瑞雄說沒有百萬連署就不選了 如果我是選假的 如果我不是真正有這樣的決心的話 我不會花那麼多的心去請出我們的林瑞雄教授 宋楚瑜正式加入戰局 學者分析在目前藍綠陣營馬菜對決的態勢下 第三勢力是否還有空間 是否會造成分裂投票或是棄保效應 這些影響都還難定論 而值得觀察的是 目前馬菜攻防焦點都鎖定國家主權議題 而宋楚瑜強調領導人的治理 是否更貼近了選民想法 可能讓總統大選議題重新洗牌 就是宋楚瑜的這一組候選人 其實他們主打的主軸 並不是國家的方向問題 他批評的點主要是在馬英九的治理能力不足 在總統大選這樣層級的選舉 究竟是方向帶領國家的往哪一個方向移動 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還是怎麼樣去治理這個國家的方式比較重要 不過多數時間待在美國的林瑞雄坦全 有雙重國籍 對此宋楚瑜表示 國籍問題並不影響登記總統副總統選舉 被連署人資格 而林瑞雄也已經依循法令規定 將放棄美國籍 記得林選吳家寶台北報導 好 我們看到今天真正去登記 連署登記的只有六組人 不過之前有不少人選 大家也在高度注目說 到底他們會不會出來登記 那包括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不過他其實有召開 之前有召開一場記者會 他提到他覺得目前來講 臺灣參選總統這個難度實在太高了 因為連署人數很高 然後呢還要繳一千五百萬 我們來聽施明德怎麼說 突然召開記者會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 臉色不太好看 原來火大了 不瞞選霸法規定選總統 要繳一千五百萬保證金 還要有將近二十六萬人連署才可以 要取得總統參選資格不容易 施主席拿不到氣呼呼 但選在領表前一天大動作 難道主席也要選總統 明天會不會領表 我不會 二十四萬會不會領表 我不會 羽帶保留選不選施明德 就是不說 但總統這位置好像特別吸引人 連資深藝人劉家昌都嗆下 要出來選 2012年不是選中華民國總統嗎 對 如果他們都選台灣總統的話 中華民國總統我來選 劉家昌不排除要選還寫了新歌 歌名正巧就是不色盲 啥意思就是要大家選總統 別分藍綠 AAA劉大導演別忘了還有局的 新民黨主席宋楚瑜也決定要選 人家的雄心壯志可不只法定門檻 那麼低人家要一百萬 好 第十三任的總統副總統呢 到底會有多少人來參選呢 目前呢除了我們知道的國民兩黨 就是雙英之外呢 其實呢還有現在還有六組人 已經登記連署登記了 那我們看到這個就是今天呢 已經完成了登記的一個 一個相關的一個規定了 包括李信長 宋楚瑜 莊夢學 高國慶 許榮署 林菁英 那他們分別呢 也把他們的副手人選 也做了一個指定 那我們再來看喔 到底在臺灣 如果你不是政黨推薦的話呢 你可以怎麼樣 有什麼樣的資格 或者是你要有什麼樣的規定 你才可以選總統呢 首先第一個呢 當然你要有一些相關的一個身份 你的年紀要大 然後呢 你必須是出生在臺灣 等等相關的規定 讓我們再來看喔 除了這些基本的條件之外呢 你要去領表就是像今天 我們看到了 還要繳一百萬元的保證金 成為被連署人 那麼連署人 成為被連署人之後呢 你就要在四十五天之內呢 要去參與連署喔 那因為上一次的中央明代的選舉人數呢 百分之一點五 大概是二十五萬七千六百九十五人喔 所以呢 就是要超過這個數字呢 然後呢 才可以再往下一個階段走喔 那如果呢 沒有他打法定的辦數呢 保證金就不會發回了 那等到你已經連署過關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登記為候選人 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講剛剛施明德所說的 這個手銬的部分喔 保證金一千五百萬元喔 那這是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門檻呢 那再來呢 如果呢你得票數 不足選舉人數的百分之五呢 保證金就不會來發還 首先請問一下群老師喔 就是我們看這個連署的將近二十六萬人 還有這個一千五百萬人 你覺得喔這個 在臺灣來講這個門檻喔 是不是過高了 呃我剛剛在看VCR 看到我司主席啊 他的那段話 其實心有所感 他說就這個一千五百萬 像手銬一樣 把人靠住 我剛聽到那段話 不禁讓我想到盧梭的 就是法國的這個 法國大盧啊 盧梭當年講過了一句話 他說人呢 生而自有 但是呢 處處都是在鎖鏈當中 那個鎖鏈啊 真的是跟司主席 剛剛講的那個手銬有沒有 真的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的確是這樣子啦 就任何的 競賽規則 任何的制度 他對每一個人的參選的權利 他一定會產生一種 一種限制啦 你比如說 呃 比如說空中小姐 那想要去當空中小姐 他都有身高限制一六零 有人問他為什麼一六零 一五九點九有沒有 為什麼不行 你總是提出一個標準 你總是要說 有一個說明啊 但是他就是他就是定在一六零嘛 他是可以改的嘛 如果我們大家覺得他不合理的話 因為空中小姐 可能是說 你必須手要能夠到那個行李倉 那我們選總統 為什麼要有一千五百萬 像證明說他有財力 一千五到底高不高 一千五百萬臺幣相當於將近五十萬 五十萬美金多一點點 這個比例是不是很高 他其實是一個相對的相對的觀念 其實我個人也認為 這個數字可能在臺灣來說 是稍微 我認為高了一點點 我自己覺得 但是呢 因為這是相對比較 跟其他國家做比較 是如此 但是如果不是一千五百萬 那應該降到多少 一千兩百萬 還是一千萬 對不起 一千兩百萬跟一千萬 對你我來講 這都是繳不起的 他跟一千五百萬有沒有 意義是差不到哪裡去的 是 就跟升高 那能不能降到一兩百萬五百萬呢 那樣子又會發生一個問題了 我們是不是要建立預選制度 所以pre-election 因為你總不可能讓五百萬人 五萬人有沒有 跑去登記要選總統 老百姓要從五萬人裡面 選一個人出來當總統 那有算不算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高門檻是代表說 我對選舉制度的認證 應該這樣講 我們制度的設定 他就是在各種不可能 各種的辦法裡面 挑一種可行性比較高的 那目前我們現有臺灣的選舉制度裡面 有關總統選舉制度裡面 包括連署的人數 跟保證金是稍高了一點 但到底要到多少才合理 其實這就是公共論壇裡面可以談的 是 陳老師怎麼看呢 坦白講就是選舉制度 他是在製造公平 但是也在製造不公平 那以我們的這個選舉的法規來看 其實要參選這個總統 他的一個門檻是很多元的 很多樣的 恐怕不是剛剛所講的一千五百萬的 這個保證金而已 第一個門檻是必須是中華民國國民 那所謂的這個中華民國國民 他自動排除三種人 第一種是外國籍 規劃為本國人者 他不能夠參選 第二個是中國大陸籍的人士 這個取得我國籍 他也不能參選 第三個是港澳這個人士 即使具有我國國籍 也不能夠這個參選 所以曾經有一個新聞議題 就是在討論馬總統 這個到底是不是在香港 這個出生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國籍限制之外 第二個這個門檻 當然是年齡的一個門檻 這個四十歲就大家都知道的 第三個這個門檻 必須在自由地區 要涉及十五年以上 而且要這個繼續居住滿六個月 所以這個以這個過去以來 我們總統的一個參選經驗來說 彭明明他在臺灣有涉及 那選前在臺灣這個繼續居住 打六個月以上 他可以這個參選 儘管他大多數的時間 是流往這個海外 那第四個這個限制 這就蠻有趣的 叫做這個政黨提名 則以外的五黨籍候選人 他要這個聯名登記 才能夠去爭取聯署 所以如果我是總統候選人 我沒有這個提出副總統的 這個搭檔 我沒有辦法去這個繳保政經 我沒有辦法去提聯署 這個意思就是說 宋楚瑜先生在先前曾經發動過 黨功的這個聯署 宣稱有百萬的這個聯署 但是那些聯署通通是作廢的 因為他當時候的這個聯署只有針對 宋來聯署 而不是針對政府這個總統來聯署 那這個可以看到有這個四個門檻 第五個門檻就越來越重要了 就是當我這個要來這個 用五黨籍的這個身份來參選 而不是用政黨的這個提名來參選時 我要繳交一百萬的一個保證金 那我繳交一百萬的一個保證金 還要得到一定的這個聯署 我才能夠成為正式候選人 這一定的聯署是1.5% 就是公民總數的百分之1.5% 差不多就剛剛各位所看到的 要二十六萬人的一個聯署才能參選 那任何人能夠得到二十六萬人的聯署 坦白講任何人已經有能力 可以組一個政黨了 可是我們的這個門檻 其實不是二十六萬人 也不是所謂的二十萬人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法規有一個限制 每一位公民在聯署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他只能聯署一組 如果我聯署兩組 那這個是作廢的 意思就是說如果今天國民黨 如果今天民進黨 如果今天是李信長的這個支持者 或倒過來我是宋楚瑜的這個支持者 我想要拉其他的這個五黨籍的人選 落馬的話 我就是幫各組候選人如何 這個重複聯署 那如果勾計出來的話 這樣的一個聯署書是無效的 那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成為五黨籍的候選人 假設在一組的情況之下 我要得到二十六萬人的聯署 有兩組五黨籍候選人保守起見 我要得到五十萬人的一個聯署 所以我們今天有六組 所以保守起見 最好要一百萬甚至一百五萬五十萬人 以上的一個聯署 這樣才會是有效的聯署 才會比較是安全的 就是保證安全的 否則這個聯署 極有可能會這個成為被操作的一個 無效的一個聯署 這個意思就是說 聽起來難度很高 難度其實是蠻高的 因為他其實已經有組織政黨的一個實力了 而且隨著這個五黨籍參選人數 組數的一個增加 這個實質的聯署人數 是從二十萬不斷的這個double triple 這個往上這個倍增 那第六個一個門檻是在於 假設我真的這個是政黨推薦的 或是我是得到一點五percent的這個有效聯署 我現在已經這一個跨越的聯署門檻 可以參選的 那作為五黨籍的這個候選人 作為政黨的一個候選人 都要再繳交一千五百萬的一個保證金 那這個保證金的一個門檻 我們橫租於世界各國來看 坦白講是高了很多 比如說我們用半總統制的國家 潛向於總統制的一個法國來看 在法國如果要參選這個總統的話 其實他只要得到公職候選人 公職這個人員五百人以上的一個聯署 我們就可以來參選了 他所需要繳交的一個保證金 只有一千五百歐元 相當於新台幣六萬塊 可是在台灣 我們要這個參加總統這個選舉 要用五黨籍的身分來這個參加 是要得到二十六萬人的一個聯署 那隨著參選人數的一個增加 他形容要得到百萬人的一個聯署 是 那這個不僅如此 還要繳交所謂的一千 這一個五百萬的一個保證金 等到得到的一定這個程度的一個選票 也就是百分之五的一個選票之後 我這個保證金才退還給你 否則我是沒收的 當然如果五黨籍的候選人 他能夠得到百分之五的一個選票 不只是這個保證金退還 他還可以一票倒賺這一個三十塊 政黨的這個候選人 他也是一票可以倒賺這一個三十塊 所以整體來講 這個選舉算不算公平呢 從某種程度來看 他是公平的 可是某種程度他也是不公平的 因為他多了這個聯署的一個門檻 而且是極高的門檻 他多了保證金的一個門檻 而且又是極高的一個門檻 從這兩個角度來看 這樣的一個選舉法規 確實對兩大黨以外的候選人來說 是極為不公平的 是 剛剛陳老師有提到法國的一個狀況 我們現在就來看其他國家 在總統如果是獨立參選的規定 你要繳多少錢呢 要有多少人連署呢 南韓保證金是一億的韓元 大概是臺幣兩百八十萬以上 那麼他只要有五千到七千的選民推薦 那這個五千到七千的選民 他必須是要分佈平均的 就是說首爾直轄市州 都至少要各五百人 法國老師剛提到的保證金一千五百歐元 大概是臺幣六萬元 他要有五百名的現任國會議員 地方議員 市長等提名擔保 來自三十個不同省 同一省呢 不得超過總連署的百分之十 那在美國呢 他其實各州呢 有一些不同的規定 所以我們看到德州連署 門檻是六萬四千多人 芬蘭呢 是有兩萬選民連署就好了 所以我請問一下顧老師 就是說如果我們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臺灣是慎重很多 因為臺灣其實我覺得大家願意選擇 總統也不錯 像這是一個民主的一個盛宴 大家對這樣的一種總統候選人 大家覺得取到了一個門票 然後就可以宣揚自己的理念 我看我們好幾組候選人 他其實是 我看他那一百萬就是要來做 做宣傳費的 因為你要說二十五萬人的連署 其實大概大家也知道 大概只有宋楚瑜這一組 比較容易突破 其他的你真的要找到二十五萬人 來幫你連署 就像上一次 其實也不太可能 所以他的這個選總統 既然有這麼多的門檻 可是第一道門檻對他們來講 好像不難 因為我只要交一百萬 然後我就可以到處去說 一百萬不難嗎 對很多上班族來講 一百萬要賺好久 我們可以看到說對啊 那他假如說 有這樣子的一個政治的熱情 或是他想要利用這樣的一個舞台 來做某一種理念的宣導的話 這一百萬就像我們講那個廣告費 你如果是去報紙登廣告 四十一百萬也是 也不只一百萬 對啊 有時候他也是要花很多錢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反而他衡量之下 覺得說這個滑得來 但是呢 你真的要進入到最後的 所謂的總統的這樣的一個候選人的話 那當然我們的門檻是設得蠻高的 那我覺得也不錯啊 大家開始來討論說 我們原來的這個制度的設計 聽起來就是有一點是保障大的黨 我們等一下也會提到說 我們臺灣的小黨為什麼 好像越來越難生存 這個因為遊戲規則 如果是大黨來制定 他當然就會比較偏好他自己的有利的部分 所以他可能是一開始他就先用高門檻 把一些黨掉了這樣子的話 他覺得說對這個大黨的候選人來講 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這整個就是遊戲規則 因為全世界也沒有說 這個絕對要用怎麼樣的一種方式 來定這個規則 所以我們看到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每個社會他自己怎麼決定去做這樣的一種規定 那既然大家覺得說太高了 那好啊 也許就提案修法 提案修法 如果未來假設啦 我們假設一個情形 就親民黨可以進到下一屆的立法院 說不定他就提一個法案說 我現在就降低了門檻啊 降低這個連署的人數 降低這個保證金 尤其是後面的這個一千五百萬的保證金 說不定他就會提出一個很大的一個修正案 立法院通過的話 下一屆可能遊戲規則有改 我覺得這就是民主有時候 你發現說大家有這樣的一個意見 那是不是包括很多要講說這個小黨 他是不是因為現在的這個制度的設計 好像也對這些小黨不利 可是我們看到說臺灣好像又不見得 純粹是這兩大黨可以壟斷的 所以這個政治局勢的變化 其實充滿了很多的可能性 那我覺得這樣的一個議題 拋出來很好啊 我們是不是可以鼓勵更多的人來選擇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臺灣要定在哪個連署人數 因為他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 所以這中間好像到最後是那種權力的一種 一種較勁 那假如說民意有比較強的反應說 我們不需要那麼高的門檻 我們要有多一點的這些候選人 讓我們來選擇 那說不定整個門檻也可以降低的 是 民鳳你 其實之前也有一些獨立總統參選人 他們其實在連署的過程 或者是在繳交這個保證金的過程 你有看到一些狀況嗎 其實我也不曉得外國有沒有人 像我們這麼多人喜歡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這個門檻來講 雖然有些人說是太高 但是我覺得你要太高或是太低 你要有個比照的標準 那我們從兩千年開始實施以來 所有被認為有實力的候選人 其實都通過這個門檻了 你看第一個像林好佩 林好佩大概有五十萬份的 那個連署的那個分數 對 有效的連署 那陳女安我是不記得 那你說像上次兩千年的時候 宋楚瑜是九十幾萬份嗎 其實你對於這個限制的一個情況來看 他是 他是不會說認為 我們在我們認為說 這個人應該選 可是我們用門檻限制了他 所以我覺得二十五萬也只不過是 這個整個名代總人數的一點五趴而已 我覺得二十萬是可以接受的一個門檻 他適當的篩選的一些像曲老師講的 你要有這麼多人出來選的時候 我們選民是要如何選擇 那同樣的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是有實力的人 二十萬從歷屆這樣的一個對照看起來 二十萬應該不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那再來就講到所謂前一千五百萬 如果比照我們其他國家看起來好像是比較高 可是就臺灣總統大選 動輒這個選舉的經費 都是以億來計算的 十億二十億這樣往上加 那你說一千五百萬算不算是一個高門檻 那你說他是高 那你這樣一千兩百萬 那這樣算也算高門檻還是第一門檻 其實這三百萬對有意義總統大選來講 根本不是問題 所以你當然也許現在都批評了 一千五百萬也可以往下調整一下 可是那個是沒有意義的 就我們兩千年的實施的狀況來看的話 是沒有任何一個 我們認為說他應該是可以要選 有這種被認為是一個很大的什麼遺珠之憾 就是說他應該是有資格選舉 可是被這個錢或是人數的門檻 完全都限制住了 所以當然說現在有人是沒有辦法連署 到那個樣的人數來參選 所以他會有一些提議 有些建議 當然也可以參考 只是說像這樣的一個適合 就是說這樣的門檻篩選到一些不必要的人 所謂貓 狗這樣的人 對選民到底是不是有好處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也是有好處 他並沒有篩掉所謂 會造成什麼政治迫害 或什麼政黨什麼真的不公平的一個現象 所以雖然有人批評高 但是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其實沒有很大的動力去修改 這個什麼連署人數的比例也好 或是保證金的一個情況 是 所以薛老師你也覺得 就是像米鳳所講的 其實如果他是有能力的 他是有影響力的一個 就是被連署人的話 其實像這樣的門檻 對他來講 其實算是可以輕易跨國的 這個完全要看從哪個角度來看 如果我們真的講 就剛剛美鳳講的 如果我們以實力參選者來講的話 的確從我們九六年十四 總統民選以來 有實力的 就包括這些政黨提名人 你讓他自己去連署 他絕對都能夠過這些數字 一千五百萬 對他們來講 跟一千五百塊其實差不到哪裡去 就對這些人來講 但是如果我們站在公民的角度來看的話 公民想要參選 這個就是剛剛施主席講的那段話 我想參選 我就沒錢了 我就想要算了 那怎麼辦呢 那我現在就 我就過不了這個門檻 那這樣 這樣子的人 我們敢講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都是過不了門檻的 所以說各個國家 其實都這個 這裡面他是個兩難 他要把它找到一個平衡 就我們剛剛談過 我們剛剛談都是一次選 就你來登記後 繳過這個錢就可以進入到選舉裡面 另外還有一個 我剛剛也提了一下 一種所謂的pre-election 一種初選制 預選制 剛剛陳老師談到的 那個法國的狀況 法國會只採取 那麼低的歐元 差不多六萬臺幣 相當於六萬臺幣 登記費 因為他是兩輪制 是 他第一輪 就要把絕大多數人篩掉了 這剩下兩個人 那第二輪還要再交保證金嗎 他進入第二輪 他就不需要了 第一輪是可以輕易進去的 他第一輪 他把所有大概 我們講實力不足的都篩掉了 因為法國是多黨制 各位別忘了 所以他你包括 他政黨也是一樣 不用繳錢的 他直接可以登記的 但他因為他小黨非常非常的多 在這種狀況之下的話 他這個錢的限制變成沒有意義 他真正的限制在哪裡 在預選 就跟初賽一樣 剛才我們跑一百米有沒有 我到最後 我只取前兩名進入決賽 其他是刪掉的 所以說你跑 我一百秒跑五十秒的人 我也可以報名 你不能說我一百公尺是跑五十秒 如果以法國來講的話 他這樣子的預選制 對於就是說 整個一個總統的一個大選來講 是會比較良性嗎 我們這個很難講 這個很難講 其他國家不願意採這個制度 法國現在不但是總統採用兩輪制 他的國會議員選舉都是兩輪制 但是他們的兩輪制是比較不一樣的 法國的總統選舉的兩輪投票是 第一輪如果沒有人過半 那這個取前兩名這兩個禮拜後 再來這個對決一次 那國會的這個選舉 一樣也採兩輪投票 但是第一輪是得到十二點五%以上的候選人 再進入第二輪 所以能夠進入第二輪的 在正常的這個情況之下 只有三到四組左右的一個候選人 在這個角逐 所以你以這個十二點五%來看的話 跟我們現在的規定 對小黨的門檻是五% 所以法國又變得比較高 各位可以看到說他這個制度的設計 其實宽延的條件 各個國家有他自己的歷史傳統文化 公民的意見 所以我剛剛非常同意孤老師的看法 就這個議題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擺到公共論壇裡面來 大家共同的來討論 我們是用程序來做限制 還是用金錢 用連署人士的元素來限制 可是都可以 可是法國的制度 跟臺灣的制度 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法國的兩輪投票 只是在兩輪之前的門檻 其實是很低的 國會議員的選舉是沒有保證金的 對 總統的選舉才有六萬塊 對 所以他真正的門檻 是在正式的制度底下 這個再來篩選較少的主數 也就有實力的一個候選人 再給選民選擇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是直接在這個 有實力的部分是政黨推薦 那其他潛在的有實力的部分 請你要這個去推動這個連署 那各位這一個剛剛這一個提到說 連署其實不是那麼困難 當然對有實力的人來講 有能力阻擋的人來說 他不是那麼困難 但是沒有能力阻擋 但是有一定社會聲望的人 他要跨過這個門檻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難的 比如說李信長 他要推動這個無可夸扭的一個 這個社會議題 他要這個尋求二十六萬人的一個連署 而且是有效人數的一個連署 這個並不容易 那這一種這一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檢討的是我們的這個連署門檻 確確實實是高了一點 更何況我們也沒有所謂的兩輪投票 那我們等於是先設了一個高門檻之後 再來這個比賽 那這樣的一個遊戲規則 確實有這個檢討的一個空間 那至於金錢的一個門檻 這個是各國都不太一樣的 那有趣的是 我們國家到底是要採寬鬆的標準 還是嚴格的標準 我們顯然是嚴格的標準 我們是嚴格的標準 如果是以泰國的這個經驗來看 泰國雖然是內閣制的國家沒有總統選舉 可是泰國的國會選舉一次 就好幾十個政黨 這個來參選 因為他的這個參選門檻 就非常的這個低了 那給選民的一個選擇性 當然就多樣了 可是他也帶來一些政治風險 就是任何人當選這個隔魁的 任何人這個執政的那個黨 他也沒有辦法得到這個過半 他要這個尋求 這個其他黨派的一個支持 會導致這個政治穩定度 可能這個下降 這是他可能潛在的一個風險 那當我們採驅嚴的一個標準之後 他是可以讓某一個政黨 他可能相對多數決 甚至絕對多數決獲勝了 可是倒過來社會的一個極端對立 也可能就形成了 因為是藍綠的對立 第三勢力第三空間 就已經這個被夾殺完畢了 所以各有利弊 那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國家其實就是選總統 你要繳一千五百萬 那如果你憑想要選立委 或者是想要選其他的名代 其實也要繳一些保證金 那當然沒有到一千五百多萬 我們來看一下 在臺灣 如果你是要選立委的話 要繳這個二十萬 那其實呢 在澳洲呢 就是大概是兩萬七 那英國是一萬六 荷蘭是一萬四 愛爾蘭五千塊 紐西蘭四千八 那其實呢 我們其實只要選鄉鎮市民代表 以及村里長選舉的保證金 就要三到五萬了 就遠遠超過其他國家 所以這樣子來講就是 郭老師就是臺灣 剛剛老師去分析嘛 就是說好像繳了錢 大家會比較認真 不會就是 就是通通來登記這樣子 其實這個後面還有一個觀念 叫做公費選舉 在很多這個西方的國家 他甚至是鼓勵說 你你不要自己不要出多少錢 因為他們的假設是說 很多人很優秀 但是他不見得有這樣的一個資源 有錢可以來參選 所以你的這種選舉的經費呢 甚至都可以由國家來補助 其實臺灣的政黨補助 或是選票的補助 是有這個含義在 就是變成說用這個國家用 其實也是納稅人的錢 來鼓勵更多的人 他可以來參選 但是在臺灣呢 我覺得有時候我們好像蠻 就是有點矛盾的 一方面呢 我們好像有政黨補助金啊這些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們大家都知道臺灣的那個選舉 非常非常花錢 那這後面是不是其實還有一些 就是像我們在監督國會 常常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他們後面是不是有很龐大的利益 那大家才會花那麼多錢去競選 那選上了以後 他還要再拿回來啊 要不然你要他變成是 好像是一個虧本的生意 好像很少人會去做 所以我倒是覺得說 像關於這個公費選舉的議題 也許我們趁這個時候 包括這個很多這種連署門檻 其實我剛剛想到說 那我們的公投的門檻更高耶 所以像這些都是臺灣在民主化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一波一波的 必須要再去檢討這些制度 包括這些連署 他到底是不是都要用我們的身分證啊 這樣因為你會發現到說連署很困難 因為大家很擔心這樣的一個資訊 會被濫用啊 會被人家拿走的 所以像這一類的這些事情呢 他受涉及到說我們怎麼去看這些制度 包括說國會議員選舉二十萬 真的是 尤其像等一下也許會討論到綠黨 我覺得那個綠黨每一次都要湊錢 湊得很辛苦 然後你要推十個候選人 就要兩百萬耶 對他們來講 這個真的都是議員 對啊 尤其是從比較社會運動的角度來看的話 那這些就像剛剛許教授講 你從哪個角度去說呢 你從公民的角度的話 這些門檻真的都太高了 是 剛剛老師有提到這個政黨補助 我們等一下來看 就是說選舉很花錢 那如果呢你選票達到一定的比例之後 你就會有一些政黨的補助 那目前呢 政黨補助每年要花 發出去多少錢呢 我們等一下回來一起看